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国务电台台湾之音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国际APP 法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大败 总理爱侯宣布请辞 总统欧兰德3月31号提名原内政部长瓦尔接长总理 并进行了内阁改组 欧兰德并对外宣誓将要减税以及降低企业的负担 究竟法国地方选举的变天象征了什么意义 执政的社会党为何如此的不得民心 他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国立联合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的院长徐正龙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老师这一次欧兰德在9000人以上的城市当中 大概丢掉了155个市政府 这个媒体分在这个封面上打的这个溃败 响亮的耳光或是被踢一脚的标题 很不给他面子 显然他上台这两年的施政并没有获得很大的肯定 才度过了这个悲惨的黑色星期一 老师您的观察 这一次法国执政的社会党会为什么会大败呢 他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是这个政策的执行不利呢 还是根本上是政策的一个方向错误 在我们去探讨这次执政党地方选举大败的原因之前 可能要先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法国地方选举的特色 法国的地方选举这一次 参与地方选举的这个城市 有超过三万六千个 也就是说人口几百人 一两千人的城市 也要去选举改选这个地方的这个民意代表 那他们的地方选举跟中央是有一点点差别 就是他们是选出来各个地方的民意代表 然后看看地方民意代表 是哪一个党派占多数 大概那一个党派的领导人就出任市长 所以他们地方选举是像内阁制的那种运作 那如果是先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就来看 在这一次进行两轮的这个地方选举 总共有三万六千个以上的市政进行改选 那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在九千人以上的大市政里面 有一百五十五个城市 从执政党原先担任市长的手中 换成在野党 那确实这个对于社会党 现在的执政党而言是一个大的挫败 那我们不管是从选民投票支持 各个政党的投票率 以及市长的这个当选人而言 执政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那探究其原因呢 法国的总统现在任期是五年 是 现任的总统欧兰德从2012年两年前开始就任之后呢 就力图要改善经济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两年前欧兰德打败前任的总统撒克齐 出任总统的时候呢 主要是因为萨克齐那段时间 全球经济环境不好 尤其欧洲出现了 先从希腊开始 然后欧出各国的这个欧洲经济大危机 那法国虽然在类似里面没有直接被点名 但是法国经济疲弱不振呢 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现象 所以欧兰德呢 就批评法国这个右派呢 执政了这么多年经济都没有搞好 那所以可以说那一次社会党籍的欧兰德上台呢 是因为经济问题 那这一次欧兰德做总统所率领的这个社会党执政长 治理法国将近两年的时间 也输掉了地方选举呢 也是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说成也经济败经济 不过这是很明确的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全世界各国 你的这个执政党如果经济弄得好的话 你的其中选举地方选举都不用太担心 但是如果你的经济弄得不好的话 老百姓感受最深 那你就可能会在其中选举跟地方选举败下阵栏 所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失业率过高 我们看到这个法国二月份跟三月三月才刚过二月份的失业率出来了 还是超过百分之十 有三百三十万人以上的人失业 那他们的税收也太高 这个是总统在败选之后呢 自己在电视节目上面向全国观众承认他的这个需要这个改正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执政党的这次落败呢 一点都不令人这个意外 那由这个法国总统任命现在的内政部长 瓦尔出任新总理来 也是想借着瓦尔来 他的作风明确 手段比较强硬 尤其他是内政部长 但是他在移民问题上面对待新移民的 很犀利啊 对对对对 反而比较偏向右派 这反而是社会党里面 传统社会党里面的人担心的问题 但是因为瓦尔他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度 相对于奥兰德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民意支持度来 瓦尔有将近百分之七十 所以法国总统刺必要任命这样一个高民意的总理 看看能不能够起死回生 让他往后的任期 能够顺顺利利 然后他再期待下一次的连任 是 这个瓦尔究竟能不能这个挽救欧兰德的这个人气 我们待会儿可能再讨论 老师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从这次投票的结果跟过程 我们来看一一分析 这一次执政党的社会党为首的左派 在两轮的投票中 都没有办法动员这个传统的选民 显示了左派的选民对于这个欧兰德 和他主导的政策都相当的不满 老师你刚刚有提到 经济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我们来看看 第一轮弃权投票的这个 那个这个比率 有百分之三十六点四五 已经打破了历来的记录 没有想到第二轮 弃权的这个投票的人数更高了 百分之三十八 史上最高 也就是说呢 这一次地方选举是创下了 法国第五共和投票率以来 最低的一个记录 老师你这个象征的什么样意义呢 是不是觉得选民觉得 现在这政策不论做什么 都没有什么希望 不管哪一个党来做 我都不想去投票了呢 是 在我们深入去探讨 这次选民缺席投票背后 所显现的意义之前 我们也必须先了解一下 法国的选举制度 选民是怎么投票的 如果从一般的角度来看 你说 既然地方选举 选民在两轮的投票里面 都还有六成以上的投票率 应该不低啊 为什么会是法国有史以来 最低的地方选举的投票率 那是因为在法国的选举 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层级的选举 在投票之前 选民都必须先去登记 说我要投票 所以不是说 你有投票权的选民 到了投票日那天 你带着身份证图帐 就去投票了 不是 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 当你事先已经有所登记了 当然有户籍的 就是你必须涉及在一个月 在一个地方 多少个时间以上的这个规定 当已经有这样居住的事实 然后选民去登记了之后 然后到投票日才不去投票 您看看那那个 意思说 比如说有十位 这个有权利投票的选民 去登记的时候只有六位 结果六位的时候呢 既然还有百分之四十的 这个缺席投票 那那个缺席率就非常非常高 它跟我们的选举是不同的 我们的这个缺席投票是 所有有资格选民 然后跟这个去投票的选民相比较 他们不是 他们是有资格的选民是最多数 但是去登记的选民是其次 然后再缺席投票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真正拿来 跟有资格投票选民的比例相比的话 那绝对有五成以上的选民 没有去投票 那这了解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才会理解到说 为什么这是法国最严重的一次 而且比例最高的一次缺席投票 那当然如果有缺席投票 就代表选民没有投票的意愿 那没有投票的意愿呢 那一定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选举里面 如果说选民的投票率低的话 大概都是执政党政机不利 因为执政党政机要是做得好的话 被激励的这个执政党选民呢 就希望执政党可以再执政 但是如果是投票率不高 那即使是在野党的选民都踊跃了投票 希望扳倒执政党给执政党一个教训 执政党再怎么样声势力竭 由于政绩不好 他支持他选民呢 原则上都会缺席投票 给执政党一个教训说 你当初上台的时候竞选的洛源 为什么没有一一兑现了等等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所有民主国家 其中选举投票力低 那就是代表执政党政机不利 那当然就给执政党一个警讯 所以这个现象 在这次法国地方选举里面 是非常明显 的确如此 因为这次法国这个社会党 总体的得票率 大概只有38.3% 中间右派的在野联盟 拿下的是43.7%的得票率 而值得注意的是 尖略的反移民 反伊斯兰的极右派的联盟 成长率 得票的成长率是相当的多 老师这样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显示了 法国的政治版图 开始又在移动了呢 法国的政治版图 一直都是在社会党 以及右派联盟之间移动 过去我们看到他那个得票 就是当初欧兰德 击败了萨克齐的时候 都是五五坡 几乎都是五十几对 四十几这样的一个数据 他们是不是都是一直都是 选行很紧绷的一个状况呢 你会看到执政党的得票率 有38 39将近40 而现在的在野党得票率 超过45 46 那那个极右派呢 差不多有五或是六的得票率 那你说如果是这个实际上 执政党跟在野党得票率 没有差太多嘛 你实际上也不必太担心 但是因为他们的选票 选民所投的投票率 得票率 各个政党的得票率 跟选举的结果有很大差别 因为他们是才两轮选举 所以第一轮来是让选民 自由去选择你所钟爱的政党 以及候选人 所以选民各自的表态 但是到第二轮选举来 选民都会想说 我的投票来要让他有价值 所以我要选出一个怎么样 我如果我自己钟爱的政党跟候选人 在第一轮里面没有出现到第二轮 继续参与选举的话 那我第二轮投票的时候 我就可能忍痛去支持另外一个 不是我本身政党意识的 不是我喜欢的政党候选人 只是我不希望另外一个党派的候选人当选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执政党在第二轮的时候 由他们的就是刚现任的总理出面呼吁说 社会党籍的人士 以及这个右派的人士 你们在这个选举里面 如果现在相对的是极右派的话 那请你们要忍痛出来投票 不要让极右派的候选人当选 所以你会看到极右派的选票 大概有5%6% 但是他们拿下来的程式大概不到1% 但是相对的 这个在野党只有40%几的选票 但是拿下来的程式远远超过一半 这就是选举制度造成 选票会跟选举的结果有一些些的落差 也就是说这种两轮式的选举制度 会让最大的两个党得力 让小党失利 所以选票上面 我相信他们大概执政党跟在野党 大概都是在40到45之间游离 历年来都是如此 但是选举的结果就会造成一个党 这个独赢50%以上 那另外一个党就输到50%以下 这可以反映出在总统大选 未来总统大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 在之前的时候 曾经在习哈克选总统的时候 出现了一次 第二轮的选举里面 第一轮选举里面 习哈克打败了右派的 嚼斯班的候选人 但是第二名的候选人 是右派的 也就是现在 极右派国民政线的主席的父亲 所以第二轮的选举是谁 是习哈克跟这个右派的习哈克 跟极右派的这个乐鹏 那个时候社会党籍的人士 就呼吁社会党民 社会党的支持人民 大家忍痛了去支持习哈克 所以虽然我们看到 极右派在法国 都有一定的民意支持度 据我观察 看经济状况的好坏 介于5到10%之间 但是选举的结果 由于选举制度的设计 极右派的候选人 可能可以在地方选举 像这样的情况里面 有一些城市 让他们去管理 他们可以获胜 但是在中央级的选举 就有国会议员 甚至在总统大选里面 他们大概原则上 都不可能出现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 是说 他们就讲说这个极右派 刚刚老师提到的 就是说他的选票的比率 大概是1% 提升串升到5% 但是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反映到中央选举的 没有办法反映到中央选举 也没有办法反映到 他们所拿到的席次跟陈 大概都是不到1% 选票可能有5% 6% 甚至到百分之 像那一次我记得 勒鵬出来选举的时候 第一轮他拿到18%的选票 是 那个是吓死人 超过了社会党级的候选 那个是有史以来 在法国总统选举史上 从来没看到现象 但是在第二轮 徐哈克以百分之八十几 打十几 就把这个选手 轻易的击败 不过我们看到这一次 您刚刚提到的 这位泪鹏前主席 他说他自己的女儿 恐怕会2017年 有机会当选总统 非常看好 因为他这一次的投票率 第一阵从过去的1% 穿上到5% 他就觉得好像很有机会 不过老师 我们先来看看 欧兰德这次的支持率 老师刚刚讲说 不到20% 只有19% 现在又输得这么惨 他一定要进行改革 我们看到他已经 但是进行了内阁改组 找来的新总理 瓦尔 然后当天 他也是像 利用电视的演说 像各位选民 就是做宣示 说透过这次选举 你们表达的不满跟失望 我听见了你们的讯息 而且非常的明确 他也宣布了一些 重大的政策跟章 包括了要实施减税 并且减少政府支出 500亿的欧元 老师您看 欧兰德面对这一次的挫败 他未来的改革重点 会放在哪里 其实现在在法国 左右 传统而言 我们对于左右两派的分野 一向都是用 经济上面的思维去分界 右派原则上都是鼓励 自由经济 鼓励资本投入 左派都是强调 社会公平争议 保障劳工 但是在法国经济上面的分野 在左右派上面看不到了 所以你会发觉 左派也在采用 右派的经济思维 右派也在采用 左派的经济思维 这就是我而出现的原因 也就是说 他们只是在想说 我如果以往两年的政绩不好 问题出在经济 我可能是不是 原来社会政策的 这些经济思维 经济政策来出了问题 那我是不是就往右边偏一点 所以他们一直在微调 调来调去 实际上 这个已经没有太大分别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用 传统的左右派类 来看法国的左右派 所以要找到一个最大公寓的数 对对对 他们的分野绝对不会在经济 所以你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 这个欧兰德讲的 或是他任命 新任命的瓦尔 他所推行的经济政策 好像又不纯粹是 回复到社会党 就是左派的这种经济思维 那当然就是因为 他觉得以往这两年 他推动的这些左派经济 会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他要调整 那是不是调整 选民就买账 那就要看这个 真的要看他们的这个 这个施政了 因为国家的施政 变数很多 但是除了全球 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之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 拿全球经济不景气 来作为一个借口 说国内经济不景气的话 这个有的时候 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 大环境下面 那为什么有的国家 别人会进步 而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 甚至退步 那实际上 这样的一个思维 这样一个现象来 拿到国内 我们也适用 可能可以给执政者 思考一下 如果真的国内经济 低迷不振的话 国际大环境 当然有影响 但是不应该完全归咎 而可能自己要 回到自己本身的 经济政策去思考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老师您觉得说 这一次 甚至未来两年 这个 未来到2017年 总统大选的时候 欧兰德 这个跟这个欧兰德 这个决战的 这个关键重点 不会在经济政策上面吗 应该是说 不会在经济政策上面 但是会在经济成果上面 就是说 不管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只要能够展现 好的经济成长率 好的经济成果 欧兰德就有机会连任 所以这就是 因应我们常说的 不管是黑猫白猫 只要会抓老人 猫就会好猫 所以不管你上来的是谁 不管你早是 具有什么样思维员 出任总理 或者出任总统 只要你能够 把国家的经济搞好 人民就会继续支持你 老师那您看 瓦尔是一只好的猫吗 这位左翼中的右翼好手 听说他看这个媒体报道 他是现任这些 不受人民期待的内阁当中 人气最旺的一位 您觉得他可以翻转 欧兰德的人气吗 其实 民意如流水 天哪 如果政治人物 常常要把自己 想到自己的民意 当然民意给 我觉得带给 政治人物的意义是在于 如果你有高的民意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自满 但是相反的 如果你的民意低迷的时候 你要自我警觉 所以要看民意 对于政治人物 而言 低的民意对他是有 拯替效果 高的民意的时候 他千万不要心里面 暗自得意 这样的民意带来 就是正面的效果 我自己预测 欧兰德下一次去检讨 他的经济政策 也就是我们去看 瓦尔施政的效果 应该是在今年秋天 因为今年秋天 法国又有一个重要的选举 是参议院的改选 三分之一改选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 在2011年 也就是在欧兰德 2012年当选总统之前 从欧兰德在当选总统之前 做了法国社会党 我们叫做总书记 大概将近十年 在这十年里面 他是采用以往 我们民进党 在台湾政党轮替的那种 从地方包围中央这种政策 怎么说 他在地方选举里面 一个一个的获胜 最后在总统大选里面 就打败了萨克奇 一起取得了总统的宝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从他当选总统之后 在地方选举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情绪 今年的秋天 会有另外一次参议院的选举 参议院在2011年 也就是他上台之前的一年 他代理了社会党来 第一次拿下了 在参议院里面 让社会党占多数 这个在法国的选举史上 也是很值得大输特殊的一笔 但是我们都预测 就是对于法国政情关心的人 是都可以看得出来 可能今年秋天的选举 如果欧兰德 他不再好好的提振经济的话 可能也会挫败 那挫败的话 又会让参议院 由左派来转为右派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 一直溃败下去的话 那在2017年总统大学 欧兰德就比较危险 相反的 如果在今年秋天的选举 在瓦尔上台到今年秋天 大概差不多还有半年 半年的时间而已 刚好是做一个初步的检验 如果经济有起色 人民觉得社会党有所改变了 执政党有所不同的话 那么我觉得欧兰德 还会继续让瓦尔做总理 否则的话 他可能要再继续思考说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 可以被赋予重任 来提升他的民意支持度 让他朝下一任的 这个连任总统之路迈进 所以这个秋天的选举 应该是瓦尔的期中考试 是是是 如果被当掉的话 那就说再见了 可能不会那么快 因为半年的时间 但是欧兰德就会开始思考 下一个人选 因为他还有两年半的时间 对 因为这感觉半年 有点不可能的任务 不论如何 一夜之秋 这一次的法国地方选举的结果 已经为法国执政党势 敲响了警钟 未来法国能不能在 新总理的带领之下 有不一样的景况 我们也随时会为您做关注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国立联合大学 人文与社会学院的院长 徐仲隆老师 为我们所做的深入分析 老师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